有你在 天父感到很欣慰 永永平安 让我们陪你读圣经 一天一章 神明发光 今天来读 民数记第25章 虽然天父在暗中 保护着以色列百姓不受咒诅 但也很难 遗憾的是 他们却自己摔了个大跤 石亭这个地方 位在耶利哥城的对面 这里原本是以色列 在旷野中的最后一站 没想到 以色列人却在这里 和邻近的摩押女子们 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 甚至还败起了 摩押人的偶像 所作所为都伤透了 天父的心 让我们一起来读 民数记第25章 民数记第25章 以色列人住在石亭 百姓与摩押女子 行起淫乱 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 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 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 跪拜他们的神 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与巴黎皮尔联合 耶和华的怒气 就向以色列人发作 耶和华 吩咐摩西说 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 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 使我向以色列人 所发的怒气 可以消了 于是摩西 吩咐以色列的审判官说 翻书你们的人 由于巴黎皮尔联合的 你们个人要把他们杀了 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 正在会幕门前哭泣的时候 谁知 有以色列中的一个人 当他们眼前 带着一个米甸女人 到他弟兄那里去 祭司亚伦的孙子 以利亚萨的儿子菲尼哈 看见了 就从会中起来 手里拿着枪 跟随那以色列人 进亭子里去 便将以色列人 和那女人 由腹中刺透 这样 在以色列人中 瘟疫就止息了 那时遭瘟疫死的 有二万四千人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祭司亚伦的孙子 以利亚萨的儿子菲尼哈 使我向以色列人 所发的怒消了 因他在他们中间 以我的忌邪为心 使我不在忌邪中 把他们除灭 因此 你要说 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 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 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 因他为神有祭邪的心 为以色列人赎罪 那与米店女人 一同被杀的以色列人 名叫辛利 是撒路的儿子 是西缅一个宗族的首领 那被杀的米店女人 名叫哥斯比 是苏尔的女儿 这苏尔 是米店一个宗族的首领 耶和华小裕莫西说 你要扰害米店人 即杀他们 因为他们用诡计 扰害你们 在皮尔的世上 和他们的姐妹 米店首领的女儿 哥斯比的世上 用这诡计诱惑了你们 这哥斯比 当瘟疫流行的日子 因皮尔的世被杀了 亲爱的朋友 其实天父真正生气的 不是人 而是那些邪恶的罪 因为天父的心 是正直的 公义的 所以他不容许 也不忍心 那些黑暗权势 蔓延在我们的生命中 让我们彼此鼓励 一起学习 像菲尼哈一样 以天父的心为心 成为让天父 倍感欣慰的儿女 相信在天父的眼中 你就是至关重要的珍宝 而身边的家人 朋友也能透过你 认识天父的爱 与公义哦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求你赐给我正直和勇气 使我能以你的心为心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祝福你以基督的心为心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